大家午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台灣天氣今天早上各地應該感覺到有點涼涼的 早晚其實都還蠻舒服的 溫度大概就降個一兩度可是事實上 我們人體是很敏感的有時候差一點就差很多 不過南部來說的話有一點水氣 所以還是一些藕正雨 那今天要關注的就是說在 要登陸日本的這個獅子山颱風 它已經稍微減弱一些了 不過它對日本的東北日本的關東或東京在這個地方 它是影響到日本的東北 預計往下這樣登陸在走 所以當地應該會有一些衝擊 一些影響是一個颱風 目前來說的話未來它就很快的 往這個日本海那邊前進 所以大致上影響不是很大 接下來台灣的天氣會進入一個 比較不穩定比較不確定的情況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候我們的西南季風的 環流這個季風環流又明顯增強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其實海裡面呢 還是有很多擾洞可能會發展起來 甚至會走向一個比較不穩定的 像這個就是這樣有一點封面的區 我們再看一次可以更清楚 台灣天氣會進入一個 這邊就很多的擾洞 然後北邊呢可能有 類似還不算是真的的封面 有一點冷暖空氣或是封面的這個膠切面 造產生的封面 在未來的9月初或是9月中的時候 可能接近到台灣 甚至呢還有一些這個整個 西南季風的水氣都會影響 所以各位要注意囉 你看到9月中 恐怕天氣都不穩定 甚至還有可能有颱風會發展起來 未來天氣要值得留意要關注的 如果比較長時間 的活動安排 另外呢未來這一個禮拜的天氣 明天天氣大致上還是屬於晴朗炎熱的高溫 台北的溫度有機會再佔上35度 其他地方呢 都是典型我們夏季的天氣 但是還好不是走到極端的溫度啦 那未來一個禮拜呢大致上分為兩個階段 禮拜四禮拜五之後 天氣就比較容易偶正雨一些 那明天天氣呢跟今天類似 那溫度會慢慢的開始回升 但是禮拜四下半天之後就開始有點小變化了 這是北部天氣 南部天氣呢也會略微的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禮拜四之後也會降雨的機會會稍微增多 明天有降雨的機會但是稍微少一點點 但是禮拜四之後 會稍微增多一些 所以溫度呢高溫也會稍微消降一點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喔 這個四十三颱風 登陸 日本的東北 日本的東北 它有好幾個地方 在關東的北邊 叫日本的東北 那台灣呢北部是還蠻清朗的 南部是偶正雨 預計呢這個天氣會一直持續到周三 周四開始呢水氣增多 預計呢一直到周末 那未來呢像這樣的情況 台灣呢是偶有一些局部陣雨 那但是到了九月中 恐怕天氣會比較 略為不穩定一點 所以請大家喔 一定要留意更新一下 氣象資訊一些活動都要做好 一些安排